最后的无数个瞬间都足以证明 选对了人 结婚生子 真的是件幸福的事 在你眼中我是谁 不应见证券 也是因为元见证券 在真的有机可循 桌子上还放着新鲜的玫瑰花 一个普通的周末 他拉着一车快递回来 在普通的一天收到一束花 真的会开心好久好久 始终觉得普通日子里的一束花 要比今日里的浪漫一百倍 结婚之前女生跟男生随口说了句 想办一个草坪婚礼 第二天南方家里人员出动 公公和婆婆顶着30多度的高温 一千五个月在农村家里的后院翻地种草 因为地下全是沙石 公公和婆婆花了好几天才全部剪出来 买了爬筒月计和花仔 想做一个漂亮的花墙 还买了一百多棵黄阳树当围墙 家里的几个舅舅和大哥 又去附近的石板厂 拉碎石板 给女孩搭建婚礼的梯台 由于家里的沙地存不住水 草坪住了两次都没成功 男孩又叫了朋友来帮忙 一车一车的把土运回家 五个月后 原本干枯的农村小院 真的变成了梦幻的婚礼现场 老公在家人面前偏爱 家里所有人都会对你很好很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